直列六缸欧义门四座的兰博基尼 你有见过吗? 众所周知,兰博基尼是世界上著名的跑车制造厂商 它是由费鲁吉欧兰博基尼在1963年创立的品牌 而在1967年,兰博基尼就曾经推出过一款概念车 它是兰博基尼推出的首款采用欧义门设计的四座GT跑车 但由于它的造型太过于前卫,最终没能实现量产 现在全球仅此一台 没错,它就是兰博基尼、马尔造 作为一辆概念车 马尔造最出彩的地方还是它的外观设计 车头六个独立的车灯贯穿整个前脸 车身采用了大量玻璃以及透明的材质打造 如此跨年代的造型设计 不得不承认当时兰博基尼的设计是那么的超前 百叶石的后窗加上玻璃欧义门的大胆设计 即便是放到当下进行生产的话 相信依然可以圈粉无数 动力部分 它搭载了一台2.0升直列六缸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175马力 零百加速时间9.4秒 急速为225公里每小时 这样的动力参数 现在看起来或许不值得一提 但你别忘了 这可是将近60年的产物了 毫不夸张地说 当时它的名声 可以说是完全碾压了对手法拉利 它可谓是一个时代的跑车传奇 有点重新级 有点重新级 可谓是一个人用的 所以说是行为